唐玄宗末年 民不聊生,各种工业也停止发展,这也是唐朝衰弱的开始,当时的唐朝非常的脆弱不堪,因为开元盛世刚刚过去,就变成了时局混乱的局面,众大臣拉帮结派,无人听从唐玄宗的话,国家内不停的有人反叛,又有别的国家不断攻打,整个时期都非常动荡,这样的战乱之下,国家四分五裂,外敌也攻占了长安城, 唐玄宗只能逃跑,但是即使这样,唐朝也没有灭亡坚持到了皇朝起义才算结束,在公元907年灭亡,在将近唐朝末年的时候,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忠心,其中都有元和忠心以及会昌忠心,当时的皇帝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和皇权,不停的努力挣扎, 也涌现出许许多多侠甘义胆的忠贞将士,他们拼死保护国家,保护皇上,虽然并没有坚持下去,多久也没取得很大的成功,但是他们所做的一切让人铭记心中, 当然,唐朝之所以可以坚守百年还是有另一个理由的,因为他们拥有一支非常强的军队,如果不是因为有他的存在,怎么会换来关中和平呢? 他们就是唐朝当时的禁卫军和神策军,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,神策军最早的出现,是在安史之乱之前,当时歌书汉收服了皇和是有功之臣,上书请求皇上让成如囚当太守,而且当神策军的将领,所以神策军就这样诞生了,神策军最先出阵的是土藩大军来袭的时候,派出了神策军去守卫,大概有两千人左右, 虽然当时的神策军的战斗力,跟后来的禁军比起来还有很大差距,也没有参与过很大的战争,中原大战也未曾被派出,但是在安史之乱结束后,需要很大一批军队去平定叛乱,于是派出了神策军,然后在公元的759年,魏伯宇带领着神策军大队,加入了向州之战,但是这次大战唐素宗指挥失败,竟然让身为宦官的, 于昭恩参与,而且让各将领带领自己的部队各自出战,不懂得互相协助打击敌人,因此唐素宗的部队被一支一支的击退,魏伯宇也率领着自己的将士逃跑去陕州, 依据逃跑,魏伯宇却发现,他曾让神策军守卫的阵地失守了,神策军也不知该去向何处,只能留在了陕州,当时身受唐素宗喜欢重用的于昭恩也躲避到了陕州,皇上就下令让他统帅神策军, 最后唐朝的军队在不幸努力之下,打败了史思明的部队,因为神策军的英勇善战,才会使这一场战争大获全胜,唐素宗十分开心,大大褒奖了神策军,随后神策军在于昭恩的带领下,不断进步不断训练, 成为了唐素宗的禁军,用来保护自己,在紧要关头使用的军队,在此后的土藩进攻,神策军也打退了土藩军,并且一路保护戴宗回到长安,因为神策军的一路帮助,所以后来也被封为了中央的禁军,其地位